2020年6月30日定定實施的《國安法》 是對香港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亦都是保障了一國兩制的實施 我們不能夠當有一條這麼重要的國家安全法 在香港是沒有產生過任何的變化 它當然會產生一定的變化 亦都要求特區各個的機關 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和各個的團體 包括傳媒、社會團體、學校、大學 都要去履行各個安全法 至於你具體問某一個口號是否在香港違法 我為什麼一直都在說呢? 這是強能所難 因為口號表達的含意 我們要看看究竟它在什麼情況下去說這句話 這句話有沒有引申到可能會違反現行法律的條文 當然也要有執法機關去搜證 然後要交給律政司去研究依據法律的條文 是否能夠提出起訴 如果提出起訴 最終當然是由法庭去決定了 究竟我們怎麼看香港、特區和中央的關係 特別在國家安全的議題那裡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這個沒有人可以提出異議的 這個也是《基本法》的第一條 《基本法》的第十二條說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 但是都是直核中央人民政府 我們是有責任履行《基本法》 也有責任要履行憲法裡適用於香港的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條 是寫得很清楚的 就是社會主義的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而中國共產黨領導 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的制度 這個是憲法的第一條 我剛才已經說了 香港是直核中央人民政府的 所以並不存在我們可以做違反憲法的事情 但當然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之下 香港是保留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制度 中央也都說過既要維護社會主義制度 也都要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國安法》的出現是令到這個事物的本質更加清晰的 因為《國安法》的第六條 就說大家都要維護國家安全 大家都要以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 視為我們的共同義務 在《國安法》裡面也有適用的條文 《國安法》第22條 在那四個違反國安的罪行裡面 就有一個說如果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 或者參與去實施 用非法的手段去顛覆政權 這個政權包括中央政權和特區政權 都是屬於犯罪 所以將這些有關的法律 將會成為我們翌日 如果要啟動去就著某一些行為 某一些活動 某一些口號是否違反法律 是作出一個看法 當然是要有搜證 然後有看法 再交給法律的檢控部門 來作出這個決定 一件這麼複雜的事 難以是一個事 和否由行政長官在這裡回答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